现在疫情越来越趋缓 指挥中心也放宽相关的防疫指引 包括了是准许大家可以逐桌禁酒 不过关于这个部分呢 高雄市长陈其蔓他持不同意见 他还是呼吁大家不要逐桌禁酒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在禁酒的部分 要跨桌禁酒 我们建议是不要了 这个还是因为人数的部分 还是会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自助餐的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维持 只要能够用一次性的这种手套 或者像手扒机的这个手套 或者是这个餐具的一个清销加强 这个部分来再让大家能够吃得更安心 但是相对来讲大家会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也要请大家见谅 我们听到陈其蔓他是用比较谨慎的态度 来看待这一次的疫情 另外包括了自助餐的部分 陈其蔓则是尊重中央的指引 但是会在整个餐具的部分 将加强清销 让所有的民众能够放心 另外陈其蔓他也是坚持一个原则 那就是外出还是得把口罩戴好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等等 这样子 对手哦 对手哦 好